在苹果员工亢奋促有下执行长库克 推开上海这家零售店的玻璃门 新开幕这家规模亚洲第一大 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的苹果零售店 仅次于纽约旗舰店 有不少国粉是为了感受新店开幕的盛况 又或者见库克一面而来 这家上海店是上海第八家 尽管苹果去年在中国销量下滑 但国粉热情高涨 有数千民众在晚间七点开幕前 就把店团团围住 业内人士认为库克相隔半年再次访问中国 是因为去年第四季 苹果在中国市场营收大减13% 身为CEO的他有必要表达对中国的重视 只是美国司法部与15个州21号联合控告苹果 涉嫌垄断智慧手机市场 美国司法部表示苹果手机一支要价高达1599美元 而且苹果还私下向软体开发商以及信用卡公司收费 最终导致消费者负担更高价格 并推升苹果获利 分析师认为拜登政府提出诉讼的目的是为了向消费者彰显有在关注科技公司垄断 只是能做的实际行动却不多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即谷歌 Meta和亚马逊之后 华府也对苹果祭出反垄断诉讼 华市新闻无限常编译